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 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个大树面带来的刀牙直播比赛解说 那么继续给大家带来这个2016年国交警赛Ti6的比赛 败者组的一场E-Home对战DC的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 上一场比赛E-Home这边感觉从BP的角度来讲是被DC给算计了 DC的一手小哪家拿出来了以后呢 E-Home是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这个小哪家身上 是所有的英雄都在往这个后30分钟在拖 结果发现人家瞬间最后一手拿出一个VS 把这个比赛从60分钟起步的比赛变成了一个30分钟结束的比赛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DC作为先搬先选的一方没有办老虎 而E-Home也没有办老虎 这样的话呢老虎这个点是被DCW33给拿到了 E-Home在前两手呢继续去拿出了毒狗和船长这两个英雄 第三四手方面E-Home选择是搬掉了影刺先制以后拿出了小强和DP 而DC则是继续搬掉这个露娜和蝙蝠 基本上DC的四个搬人呢没有任何变化 拿人方面呢DC在第二手是掏出了一个伐木机 第三手是拿出了一个蓝胖子第四手虚空 蓝胖子这个英雄 这一届TI6很火 但是胜率 我着实觉得是一般 很多场比赛并没有觉得这个蓝胖子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0 seconds remaining DC's turn to pink 那么最后一手DC还是再继续搬这个大哥位 搬掉了一手提币 那么E-Home在给老鸡拿出了这个死亡先制以后呢 DC在最后一手拿出一个第四手虚空 看一下最后一手拿人 5 seconds remaining DC在最后一手是拿出了一个天怒 那这样的话是一个一号位的一个 一号位的虚空 二号位老虎 三号位伐木机 现在就是这种 比如说小男家这个点 小男家这个点现在是可以去打大哥 也经常有可能会去拿出一个四号位小男家 老虎也是这样的一个存在 老虎也是一个 就是很早的拿出来这个老虎的话 主要是老虎这个英雄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走中路的没有什么特别能够去针对他的 这是老虎的一个优势 就是没有使用哪个阵容能够特别容易的把这个老虎给针对掉 因为中路兵线本身距离塔就近 老虎又有一个跳 他可以很轻松的从线上直接跳回到这个自己一个塔下 中路一定要说对这个老虎有什么压制力的话 我觉得开悟经常开悟拿一个萨尔经常开悟逛一逛 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 看一下以后我们最后一手给这个 三大兵拿什么拿什么英雄 剩下的英雄感觉三大兵擅长的不多 欢迎各位观众来了 有来了很多朋友 以后我们最后一手选择是拿了一个狗 那这样的话就是老十一的三号位小羌带狗的一个节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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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说实话顶着这个 虚空这个英雄拿狗其实有一点难 虚空这个英雄这个最近很多版本比较火起来 一方面的原因是他可以去搭很多的阵容 但是其实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英雄他确实是比较适合于去 怼这个前一段时间很火的这个小狗 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分路 这场比赛应该是伐木鸡的一个优单 伐木鸡的一个优单 然后让这个蓝胖子和天诺加上虚空三个人去烈士路去钢三 大概是这样一分路 伐木鸡这个英雄还是比较要吃等级的 虚空等级低一点就低一点了 蓝鸡已经说了一宿了所以我这边确实有点辛苦那么我就不给大家做这个就是我去切瓶了咱们也是还是借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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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 借用一个国外的切瓶 借用一个国外的切瓶然后我给大家来解说好吧 稍微偷一偷懒适当的偷一偷懒也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因为咱们这个国外的这个切瓶有的时候就不管是国内的一些职业的OB的一个切瓶 而且他们这个精力比我要集中一些 看上路上路这个服应该是抢不了下路的服是被老虎吃掉还是比较稳妥 小强这雷强抢服但是并没有能够成功 一根剑射中交一血 哎呦这个W33这一下肥了 这一下了这个老虎可是肥了 等于老虎拿到了一个一血然后吃掉一个神符 出门存款就已经有了500多块这样的话线上补两刀 他只需要在线上补两刀就可以把自己的瓶子买出来 那这样的话老鸡 这个天诺又是直接绕后找到了一个信使又杀了一个信使 这个鸡又被杀掉了的话这个老虎就肥的有点吓人了 这个老虎应该现在已经可以马上把自己的瓶子买出来了 下路这个小强去怼对方的一个伐木机的话 小强去怼伐木机的话这个本身都怼不过 然后对方还有一个 这刚一上来 这个蓝胖子在上路拉了一波野 在骚扰对方拉的这波野 骚扰对方拉的这波野 以后我们这张比赛刚一开始亏的比较多 看一下能不能够利用小狗吧 这张比赛估计节奏点应该是放在小狗身上了 看看这个狗加上小强什么时候开始发力 这个发力期应该是来的比较早 小强只要在下路他不要死的太多 然后能够在第9分钟左右 9到10分钟之前能够混到6 混到6集以后呢 这个时候差不多是小狗拿到自己比赛的一波 这个时候直接去打还是有机会的 看一下双方的一个装备 老虎这瓶子也是早老的拿到手里了 老鸡的经纪 咱们看一下当前的经纪 当前的经纪老鸡还差一点拿到自己的这个瓶子 Resolution上路在这里是被对方一波击杀 有一个W配号一手 一个水能不能接上 接上了漂亮 这样的话Resolution没有能够成功的跳出来 以后我们在前期的这波击杀 还是凸显了他们这些人的一个配合能力 非常nice 把这个虚空虚空这个英雄 他比较大的硬伤就是他这个W这个抬手有点慢 他一个抬手的动作 经常是会被对方这种无缝的连接 然后直接把这个接上以后技能就死了 这样开局三分钟双方是一个1比1的开局 补刀方面小狗的补刀还算是可以 跟对方伐木机差不太多 中路老鸡的补刀呢也没有落后 诶这里看还有没有第三个晕 没有下一个第二个晕没出来 这个如果再欧黄一下出一个晕的话 三兵这不是要被单杀的 这里小强在下路这个日子也是不太好过 对方压得有点残啊 这个小强三分半钟了 刚刚是混到了三级 利用对方刷野这个经验是混到了三级 一直迟迟没有生这个皮这个技能 前面一只也是没有很好的一个机会 这样到下路这一波小强应该是问题不大 回到上路我们来看一下 DC的这个Resolution这边发育的一个情况 Resolution这两场比赛都是一个 感觉是给自己的大哥去争取时间的这么一个感觉 这一个波打到但是没有打死 这个天怒移动速度还是挺快的 这里分队的毒狗第一手对方 哎呦低了这个人 你被蓝胖子这么一直追 这个真的好吗 老虎一根箭 我一下子一根箭的一个走位 Missory这里没技能了 蓝胖子这个英雄在前期没有打招的情况下 他的这个技能CD还是有点长的 伐姆姬被老鸡带走 伐姆姬被老鸡的DP给带走 中路这里老虎还是可以继续比较好的保持自己的一个发育 这样的ehome起码是把这个伐姆姬怼穿了一波 很划算因为伐姆姬这个点现在比较肥 杀一波伐姆姬应该给的钱还可以 小强这个 哎这一波老鸡老鸡老鸡 老鸡这里给上一个水没有水起来有点可惜 这发水刀打到对方的脸上的话还是挺疼的 但是没有水起来 水起来的话这波队友再跟上一个有可能能叫杀 不过保护了自己的这个小强没有死这波已经很赚了 船长加上毒狗这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技能组合 就是它可以实现一个近乎的一个无缝连接 我这个摄像头的这个浣熊用的是一个软件 叫Facerig FACE RIG 另外这个就不是狗这是一个浣熊 这是一包干脆面 看下下路以后面的这三人组准备过来一个地地住了以后 接水吗没有水一个不凤个街的一个穿刺接着吸血 老鸡开大这样的话伐木鸡被直接怼死 伐木鸡怼死以后这个老鸡还继续可以追 哎这一波差一点伤害 差一点伤害没有弄死这个天怒这波有点亏 这波天怒如果杀的话就赚大了 野区这里狗是钻了这个野怪 这出来以后蓝胖子直接一个FW定住 三大兵这里开启了一个狂暴 继续往后跑 Resolution这一波是没有大还没有到六 9分40秒 这个Resolution由于在上楼混得不太好 所以没到六 到六的话这波都杀了 DC的伐木鸡到现在为止的发育还是非常的不错 7分钟的这个伐木鸡是34刀正母 这一杯DDRAW 看一下一个长按刺接上一个水完美 EHOME这场比赛的这个毒狗的节奏打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上一场比赛也拿出了毒狗 但是上一场比赛他们太过在意对方的这个小大家 所有的套路都是按照怼对方小大家的一个套路去安排 结果对方Mister拿了这个小大家 最后一手是给Resolution打了一个一号的VS 直接是在BP上面把EHOME给算计了一手 这场比赛EHOME还是拿出这个毒狗 那么选择了一个小强加上船长的一个跟毒狗的一个配合 而且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几次配合都是非常的完美 这里天怒的一个球是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开局这场比赛打的还是不错 我们来看一下经济情况 目前经济情况目前老虎全场第一 W33这个老虎还是非常的稳 但是DP这场比赛老基的DP这场 最近那个发挥还是非常不错 他老基这个选手就属于是他的英雄池 比较奇特 就他的英雄池属于什么都能用 但是没有特别特别亮的点 他没有哪个英雄说是能够给大家特别深的这个印象 你说W33的卡尔这个是能够给大家特别深印象的这种英雄 老基的特别深印象的英雄没有多少 就是DP我觉得算是一个 这里一个双方重新了 第二下没打出来 没打出来伤害的话 这样的话三兵可以直接往后溜 这波没有杀掉了这个小狗 小狗这里也直接钻了小强 准备出来一波反打 这波对方人这有点多 这个地方的人稍微有一点多 小强这里溜达过来以后看一下机会有没有 伐木鸡这关肯定是没法杀的 这个杀不动 他带狗杀伐木鸡的一个基本套路的话 就是他需要去跟这个伐木鸡最好是贴身 然后重建站位 这里分队被一个大招定住 从后排想杀这个 哎呦想杀这个老虎 但是老虎一个跳跳走了 这样的话小狗直接被秒 小狗被秒了以后 毒狗也是被秒掉 这样的话老十一的这个小强 这波感觉不出一半的话也是很难走得掉 这里有一个真眼看到了W33秒 W33很转很转漂亮 但是临死之前这个W33 也是用自己这个星光 又是带走了一个小强 这样的话DC的第二波反打 第二波反打过来以后直接把老鸡带走 Resolution这块是利用 硬扛着这个伤害 这波没有死 硬扛着切了一个力量夹腿 这波没有死 很关键 这波很关键 这波硬上的打的这波不是很理想 结果并不是太好 这样的话 人同树来到了一个5比5平 老鸡的这个DP还是保持着一个全场第一的一个经济 但是被对方已经是追上了比较多 而且Resolution这个1号位的虚空 刚才的这波团战打完了以后 这个经济也是瞬间是追上来了 这样的话成王的这个经济感觉又被对方抄了 DC现在领先1500加 哎呦又是一个 DC这里是一个蓝胖子的定位 加上一个天怒的一个组合 看一下蓝胖子这个技能加点方式 快关上快关上 对 看一下蓝胖子这个技能加点 蓝胖子这场比赛选择是一个2G的F 2G的F 蓝胖子这个英雄之所以大家不去怼他这个 F的一个伤等级也是因为这个控制时间太短 不管几集都是1.5秒的一个控制时间 那么这样的话大家把他这个技能等级怼起来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价值还是在于伤害 控制时间并没有延长 现在这个游戏的节奏特别有意思 现在游戏的节奏基本就是大哥 崩才是真的崩 但是酱油肥才是真的肥 现在这个游戏不是怕大哥有多肥 这个游戏怕的是对方酱油很肥 酱油很肥这个游戏太可怕了 大哥肥现在是挡不住的 一般情况下双方一个大哥都能够把自己的清理给刷起来 但是酱油一旦肥了就有点吓人了 酱油肥了以后最主要的是他可以去把你大哥这个装备优势给你抵消掉 你比如说这场比赛的一个小狗加上这个小强 对方如果出来两把推推 你这边一旦把每个人一个定位 你这个小强一旦一定位 比方上最明显的就是定这边这个老虎或者定这个虚空 你一定位队友这个直接两把推推扔上去 你这一波输出很有可能就因为这两把推推 你这个大哥为了第一波爆发最强势的一波就直接被对方给顶掉了 老虎这也是找到了老十一但是没有成功击杀 还是因为没有A帐这个老虎的A帐应该是快拿出来了吧 十二分钟 差不多还要有一个三四分钟吧 有一个三四分钟估计老虎的A帐就出来了 经济方面现在跟刚才的变化不大 还是跟上一场比赛的这个经济情况也是很类似的 只有老鸡一个人能跟得上 这个一号位的狗到目前为止发挥还是有点 有点脱节 他这个一号位的这个狗 这里这个漂亮 这不是一号打的非常的坚决 来的人很多 技能给的也非常的果断 老十一这里被虚空A帐定住以后 直接生生锤死了 小强这波死了的话 老鸡这里被对方给了很多的技能 状态也是直接被打到了只有一半的血 那这样的话DC 这些人是有机会的 虽然说虚空A帐已经放过了 天怒大也放过了 但是这些人他们关键小控制和小技能很多 天怒全是靠小技能去输出 然后密碎瑞这个狼胖子也是一堆小技能 所以这个大招都放过来以后 双方再拿这个小技能互相交换的话 以后我们还真的是不太敢打 他们这个DP这个点比较依赖于自己大招 去打一个团战的输出 这一根剑 哎这根剑空呢 不够不空也杀不了就是了 小狗这里点金手相位点金 相位点金 下一个装备再继续输必章 下路这里就是定住 一个水船 起来以后蓝胖子这边一个水直接撞死了 nice 以后我们这一步还是非常漂亮 中路的这一小强是逛街逛到了中路 在等这个虚空犯错误 现在一号我们就是在依靠这个小强去带节奏 依靠小强的这个加上小狗小强带狗这个组合呢去四处再作案 对方这段时间在没有真眼的地方的话 还是真的是不太感情绪在线 因为这个小强带狗的这个组合 在狗有必章以后基本上是可以去强杀任何人 这里国手武装要是做出一发抢 做出一发这个国土玩标配啊 国土标配 我们现在16分钟双方7比7的人头数 打的还算是比较激烈 经济方面 这段时间好像一号我们是追上来了一些 把这个经济已经是拉平 经验实现了一个反超 一号我们在这波开悟看看逛街去找下路吗 这个距离有点远 这个对于像他们这波悟来说 这波没有什么收益 DC也是 诶 这波撞了 这波撞了 小强直接一套技能给上城堡 W332B顺秒 能不能够扩大战果 这个天怒前击 诶 这一个皮 定了一手 但是并没有能够起到更好的一个作用 因为这个减速效果还是顶着 诶 这个 哎呦 天怒这波是为什么呀 想要藏到后面没有能够成功 这样的话老国土在下路感觉是要被对方收掉 对方躲了一下这个走位 那还行 这样的话以后我们这波下路的国土交掉了 杀掉了对方的那个天怒和老虎 还可以勉强算是接受 勉强可以算是可以接受 DP这里是开大过来就拆中路的一塔 这个一塔应该是不放 应该是不放 哎 刚说完 你既然要放这个塔的话 他为什么要来这么多人呢 我以为来这么多人 这个塔不放要上呢 没有找到机会 这里小强一个人自己逛街 身上没有带狗 这样呢拿这个W33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办法 选择车队看看能不能找别人 他这个 现在这个小强找到天怒的话是闻杀的 哎 这个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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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被这个眼力弓了 小强是直接开着大招过来利用自己的破影 以及带走了一只鸡 Miserie的蓝胖子这场比赛 蓝胖子一个英雄现在就是这样 这个蓝胖子的英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火 但是这个英雄真的胜率很很一半 真的是很一半 咱们看到所有的比赛他这个胜率都不是特别的高 一号我们的三大兵也是赶紧过来补一补经济 现在这段时间小狗这个经济是补起来了不少 小狗现在的经济已经补到了全场第一 看一下这个小狗的经济装备情况 小狗选择了这个点金以后 这个B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后续的装备 没有选择后续的装备 看一下这波逛街能不能逛出一些效果来 这波逛街还是比较关键的 下路RESOLUTION的这个虚空直接钻到树林里面 想一个出其不移的跳大 但是对方这边打得很怂 这个虚空带狗 这个小翔带狗 下架装备小狗应该是准备在做自己的暗灭 这里暗灭还没有做出来 炸出来以后并没有找到对方的一个机会 对方并没有选择去出来打 那这样的话可以考虑去 可以考虑去推销二塔吗 没有推也是出来了以后 三大兵直接一张TP回到上路去收线 那下路应该不会选择打 应该会选择有去撤退了 感谢咱们这边直播观众增送的礼物啊 以后我们的这波开悟看一下 这个开悟上路 这里三大兵被对方一个虚空大招直接罩住 接一根箭这个老虎 老虎的这个双中经过下来了以后 这个小狗直接被这一个激晕的以后 并没有醒 又来得及醒了 直接被带走了 那这样的话三大兵在上路去收线的这个动作 是被Resolution加上W33的狗 这个老虎两个人就把这个小狗直接给杀掉了 节奏稍微断了一下 对方Resolution那个虚空现在是来到了全场第一 虚空这个英雄要是刷到全场第一 这个就有点吓人了 二十分钟 现在双方二十分钟二十一分钟 并没有 并没有精进破万的人 但是这个Resolution刷到全场第一的话 他这个分身俯马上做出来 虚空假面这个英雄 如果你给他一个一号位的位置 他很早的做出这个 甲腿祭品分身 然后再做出一个 比较早的做出一个损失的话 这个是挺厉害的 三号位的虚空这么出了 其实辅助的意义更多一点 但是一号位的虚空这么出的话 他这个成型会比较早一点 这里小强看一下小强带狗 小强带狗 这个地方在找W33出来以后 直接秒吗 有没有沉默 没有来得及 但是后面这有一个插水 直接回来以后 直接带走 这样的话 船长是被对方伐木机给强行秒掉 不过自己几方是收到W33 那这样的话 DC缺少了一个很重要的输出点 这波团应该是不会再继续打了 Radiant'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 看一下小狗的装备 小狗这里 暗门应该是已经出了 暗门应该是已经出来了 蓝胖子的秘法推推也是到手 蓝胖子这个英雄 这又是一个虚空的大招 直接定住了老街 天都给一个大招 但是毒狗非常漂亮的 救了一小波 不过还是要死 对方这些人的爆发实在是有点高 Radiant's top tower 这块锁了一手CD以后 老十一的小墙也走不掉 那这样的话 看能不能继续扩大一下战果 有没有机会 还在继续往前在追 对方是一个毒狗在跑 这个毒狗马上要被追上了 对方这个蓝胖子打的不坚决 蓝胖子打的再坚决一点吧 这边有可能直接追死了 这里三大兵 还有三大兵 这里一个地方自己的狂暴 这个狂暴好像有点来不及 船长给上一手水船 但是自建人家还是要死 毒狗在地里 再救一手出来了以后 还是直接被老虎的这个 新火加上发生P的输出干掉 这样啊 国土这个位置 这个国土也要死 我的天 这个为什么E-Home 总是在 总是在莫名其妙的时间 跟人家打一波团战 就是各种团灭的 这个E-Home是为什么呀 这好好的比赛 为什么在前期本来是有一些 有些机会的情况下 然后三兵这个直接冲上去一波怒送了一波 老十一过来想找一下Mister 一个麻烦的 这波不能打呀 这波打了以后自己逃不掉的 哎 这里有一个真眼 我的天 这波F做了但是对方直接是 开启了皮 还是被老虎这个星落给带走 哎呦 这一波打的呀 那这样啊感觉E-Home 这场比赛又走远了 嘖 三大兵的这个狗 三大兵的这个一号位的英尺 其实还是感觉是略浅了一点点 这里给上一个水船 没有砸中了 这技能又没用光了 Restlusion一个大招定住三个人 先把你后排这个毒狗给弄掉 老鸡 老鸡这一波是有大招 所以这个并没有选择应上 老虎射一根箭 风向走位看一下 感觉这样比赛以后没有走远了 16比10 哎呦 E-Home在积分赛当中所体现出来的一个状态 跟现在这个支队伍感觉是判若两队 而且E-Home这支队伍感觉他们的英雄池 在刚刚开始积分赛的时候 看似好像野路的还不少 但是为什么一到了这个 呃 淘汰赛阶段好像 就不敢拿出来了 三大兵这个点的这个一号位英雄池 完全是被对方给看在眼里 哎呦 这个小强还中了个箭 这块毒狗赶紧救一手 出来了以后 这波好在是 好在是福气适时的卡了一下啊 没有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惨状 这块伐本机是觉得自己走不掉 也直接选择了自杀 自杀以后是秒活 Radiant'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Dyre'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 Dyre'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 FMG的这个雪晶 死过一次以后还有12点 经济方面现在DC是领先了3000 经验方面领先了4000 E-Home在之前有一段时间挺有优势的 但是莫名其妙的这几波团战 是强行把自己的优势给送没了 小强带狗这个节奏出来以后 还是打了几波漂亮的团战 但是他们现在的问题是 这个小强带狗 小强带狗的这个套路 是比较容易伤经济的 Restorian这个小 这个 去我打不掉 我去 这个一下跳 这一个跳是 是什么情况 这个跳 我怎么觉得这个跳 应该是下意识的一个赶路啊 这个不像是一个看到了这个 小强的这个穿刺啊 这应该是一个下意识的赶路 这波虚空是分身符以后 直接拿出了一个伞尸 这样的话这个虚空的输出现在是有点高了 这波应该不是主动躲的 这波应该是一个 它应该是一个在跳一下赶路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赶路 不像是一个 看到的 这样虚空啊 经济是来到了12000 26分钟12600 这个狗继续钻小强 小强继续出去找人 这个小强带狗的这个开雾 哎呦 还开一波雾 还开雾 跳过来一个穿色 找到了法姆基 想要秒一个推推 救一下 然后一个吹风吹起来 RESOLUTION又是一个完美大 搭住了两个酱油 这两个臭酱油 虽然说 大没有搭住对方的大哥 但是这两个酱油如果死掉的话 尤其是毒狗这个点死了以后 没有人能够去救人 法姆基这波的挡不住了 小强被法姆基收掉了以后 看一下老鸡这个位置 老鸡在开着大招 在追别人 但是W33一个大招开出来以后 反过来这个船长在下面 也是被收掉 RESOLUTION过来是跟这个小狗 刚那一波 刚那一波以后被对方的一个沉默 马上用自己的散失瞄解 然后直接跳走 老虎这里再跳过来的一个四重星落 全部都砸到这个狗脸上 这一开始 哎这个 你这想走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狗你开狂暴再走啊 这不开狂暴TP是什么意思啊 这虚空也是直接把DP给追死 一波团灭 五人团灭一波 GG了哎呦 船长技能就不能打虚空的反手 他不是不打虚空的反手 刚才国师无双被大住了呀 国师无双刚才是被大住了呀 刚才虚空这场比赛 RESOLUTION这个虚空 他所有的大招都在找对方的酱油 他就是在找你这个船长跟毒狗 他的大招是不会给大哥的 大哥无所谓你大哥打过我 这场比赛DC的一个 由于他前期这个优势加上阵容的优势 他就是已经确定了 你的大哥跟我的大哥相比 你打不过我的大哥 别看我是一号位 但我并不是一个负责跟你们大哥对刚的一个点 我的任务就是去前向游 那这样的话这场比赛如果说一home输掉的话 这个败者组的比赛也是很残酷 输了就回家了 那这样的话就只剩中国队就只剩一支WINS了 五支队伍啊 一共16支队伍的比赛 中国队占了三分之一的情况下 这居然是淘汰的这么快 确实在积分赛的时候 唉 不过其实倒是也还好 因为WINS现在他进入到 胜者组的决赛的话 最差最差最差他也是能够拿到一个前三名 最差也能拿到前三名 这个ehome感觉他们到了这个淘汰赛阶段 尤其是这个败者组以后也不敢 好像他们这个 在积分赛体现出来的很多这种野路的英雄 也是有点不太敢拿出来的一个状态 虚空这个人已经有了一万五的经济 伐木机有一万二 小狗有一万一 这场比赛 在不得不说三大兵的这个小狗其实已经很努力了 他在很多的时候都在跟这个钻了小强去逛野的这么一个情况下 逛街的一个情况下 居然是还能够把自己的一个经济保持到这么好 已经是很不易了 这是老虎开大 老虎开大 这块有一个真眼 哎 这一波是一个机会 看一下小狗这个地方能不能够把对方给打崩一个船 撞到两个人 W33给他秒了 给他秒了 虚空这波已经被秒了 W33这里没有找到 依靠自己一个走位 是躲开了对方的这波机杀 还杀了一个伐木机 伐木机这波虽然说有点硬 但是这边人很多 国属无双也是上来给一刀 这勾一下走 直接选择了自杀 这波直接选择了自杀 中路的这个狗又是追上了这个蜜碎的这个蓝胖子 还差一巴掌 一巴掌 差一巴掌 差一巴掌 追不上 追不上这个蓝胖子 加上视觉以后移动速度有点快 那这样的话是一波灵魂2 这波还可以 对方灵魂2还可以 经济是打回来了2600左右 这波还可以再打一个盾 只不过就是老鸡这波好像没有大 打盾的话要依靠小狗去打 这一根箭过来 射中了Rotan的屁股 双方那个真假眼做的都还是比较到位 这一波以后我们还是打出了一些气势啊 这波打出了一些 主要是刚才这波这个真眼立功了 刚才那个高台的真眼是立功了 对方老虎开大过来以后 他没想到这个小强是在旁边在埋伏着 而且那有一个真眼 一波三 一个一穿三 然后团长接了一个大招 这波确实打得还不错 老虎的装备是蛮肥起来了 跳刀飞鞋A仗 现在经济排在全场第三 小狗这场比赛他比较伤的就是一直在钻这个小强去逛街 而且关键是他在逛街的时候DP不敢太远 DP得太远的话这个小狗很小强这两个点很有可能会被对方直接给干死 咱们这直播过中 夸了一波虚空这个英雄胜率高 然后赶紧接上一句除了木稳 OG这届比赛的一个主要成绩差还是 我觉得木稳还是要背锅的 不过木稳好像据说沉迷于好多这个各种乱七八糟的游戏 沉迷各种其他的游戏 所以这个状态不是特别的理想 但是我个人觉得TI之前 木稳的这个他不可能在打TI之前 还还把很多的精力放在其他的这个游戏上面 应该还是下了不少功夫 只不过就是感觉准备还是不如其他队伍充分 虽然那个刚刚拿完这个春季赛冠军啊 春秋霸主 冬空下草 下草 但是讲道理的时候 这个春秋赛跟TI的这个重量 真的还是 真的还是有有点不可同日而言 哎 阮斯洛沉一个空大 nice啦 这是反扑的一个机会 在这里小狗出来以后 伐木机先是吹了一手自解 老机这里这个大招好像也没有什么起到什么卵用 这个BKB也过时间了 这波是一个虚空的空大 然后这边是老机的一个空大 这个周上也没有打死 反回头来的话 从现在目前这个场上来看到的话 如果两边都没有大招的情况下 感觉DC的影响更大一些 DC 嗯 这个虚空带盾 这个虚空带盾 以后我们这个阵容它的一个输出很多时候是来源于DP这个大招的 大招DP如果没有的话 DC的一个虚空空大确实是很要命 这个不假 但是并不是啊 并不是打不了 他们还可以继续打 看一下双方这个大哥的装备吧 虚空现在的装备是多了一根BKB 多了一根BKB 然后老虎这里没有什么变化 MISERY的蓝胖子是一个推推加上一个大勋章 21比11 现在这个人头数双方的这个经济差已经是来到了14000 经验差12000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边赶紧看一下直播间人数啊 弄看一波直播间人数啊 EHOME这场比赛的翻盘点有一点薄弱 他这个翻盘点这场比赛是仰仗老鸡的这个DP 狗并不是一个翻盘点 翻盘点主要是在这个DP这个身上 但是DP的这个翻盘点在 DC这条阵容体系面前还真的是不太好打出来 他的这个BKB到了只剩 只剩五秒钟了以后老虎如果把自己的这个 蓄灵刀拿出来 这个老虎的 应该离的也不是很远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老虎现在当前的一个金钱 老虎现在当前只有200多块钱 买什么装备了这个老虎 老虎也是弄了根BKB玩 老虎也是买了一根BKB 一个十秒的BKB 这个Resolution现在是有买活的 DP有买活 其他人现在都没有买 嗯 现在就是看着一个Resolution一个人在上面推 带盾 Resolution带盾 有BKB 有大招 这个拿他还没有 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个办法 还在继续推啊 这个下落高一下 哎 这一个上来直接定住了老十一 这里狗 这里独狗救一下 但是DP被秒 DP被秒以后 直接选择了买活 狗爆出来以后 第一目标选择出去 挠Mister 这有个卵用啊 对方一手隐身 救下来 下落的一个高地塔 马上要掉 还差一下 对方并没有选择硬拆 而是选择先撤一下 稳一下阵型 稳一下阵型 你现在是死了三个人 那这样的话这场比赛应该是GG DC这波如果求稳的话 我都可以不理你这个DP 我等着你这个DP大招结束 我在上海打 看着你 你拿一点半个都没有 这样的话 虚空开启了BKB 直接把三面也挠掉 那这样的话 一后面是打出GG 很可惜 很可惜的一场比赛 那这样的话DC是2比0 霍兽 一后面也是回家了 还剩的 最后剩一支中国队 还剩最后一支中国队 是WINS的比赛 那么今天所有的比赛 也就到这里全部都结束了 那么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支持 我们明天凌晨 凌晨估计不出意外 还是2点左右 这个比赛开始 好吧 那么今天的比赛 就先给大家做到这里 让我们明天一起来期待 最后一支中国队WINS的表现 我是三个大叔 如果大家喜欢的视频 欢迎大家加入的Q21 017153 这场比赛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